说最丑人 其实等于帅大家好 我是丑哥 今天咱们来说一部 小伙失眠后意外获得超能力 能让时间静止的电影 废话不多说 大家摆我姿势拿瓜子 电影马上开始 话说咱们的男主青山 是美术学院的学生 平时沉默寡言 还有点弱不经风 电影刚开始 这哥们就悲剧了 女朋友花心妹 受够了他半天 蹦不住一个屁的熊样 决定找个理由将他抛弃 劈头盖脸一顿数落之后 拍拍屁股直接分手 而咱们的青山 就好像丢了婚一样 不知道该怎么挽留 自己的女朋友 青山这边还在伤心 但是第二天 花心妹迅速投入了 别人的怀抱 看到这一幕的青山 心痛不已 从这一天开始 青山每晚辗转反侧 难以入睡 不管睁眼还是闭眼 他脑子里 都会出现花心妹的样子 他的生活开始 变得单调和无趣 每天除了画画 就是想前女友 就这样 青山连续一个礼拜 没有睡觉 但是他却一点都 没有感觉到累 脑子也非常的清醒 只是每天想着花心妹 令他提不起精神 做任何事情 好几乎卷毛哥 鼓励他走出这段感情 而在得知 花心妹已经跟别人同居之后 青山终于决心 忘记花心妹 但是自己失眠 无法入睡 他只能将晚上的时间 利用起来 做点别的事情 打发时间 于是他来到一家超市 应聘业工 超市经理大彼此 看到青山的简历之后 非常满意 希望他能够立刻上班 就这样 青山白天回学校画画 晚上到超市打工 晚上的工作 枯燥乏味 索性超市里还有几个女员工 上班第一天 他认识了做收音员的 金发妹子绿水 绿水上班的时候 最怕的就是看到时间 因为他越看时间 时间就会过得越慢 就会变得更加煎熬 超市里还有一对莱特兄弟 特别喜欢恶色剧 他们经常在美女顾客的购物车里 偷偷放一些成人用品 大多数情况下 等到他们结账发现的时候 已经不好意思不买了 当然这一招 也是经理大彼此的真传 时间一点点过去 青山已经两个星期没有睡觉了 虽然不会再常常想起花心妹 但是他仍然无法入睡 每天仍然非常清醒 只是对于白天和黑夜 他已经无法准确地界定 他越发感觉时间漫长 就像时间快要静止了一样 想到这里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青山发现自己意外 拥有了静止时间的超能力 其他人都被定格 而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可以不受束缚的自由行动 为所欲为的日子 就这样开始了 青山二话不说 仗着胆子 做了所有男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然后他帮店里的女顾客们宽衣解带 再然后他竟然拿起了画板 盯着女顾客的身体开始画画了 这个时候 他仍然只是单纯的想要成为画家 将生活中的美好记录下来 几个小时之后 他完成了创作 重新帮他们整理好衣服 最后他还不忘 把经理大鼻子放进购物车里推走 放在了即将喷影而出的牛奶面前 最后青山失止合拢 时间静止被解开 随后就听到大鼻子一声惨叫 第二天 绿水又一次迟到 急匆匆的换好衣服 竟然发现青山手里的三明治 二话不说就咬了一口 这个积不择实的吃相立刻打动了青山 在那一刻 他发现绿水竟然出奇的美 而当天晚上 超市大鼻子经理 收到了隔壁超市足球比赛的挑战书 为了不失颜面 大鼻子果断应战 让青山莱特兄弟准备比赛 但是比赛结果却惨不忍睹 仅仅一个上半场 他们就被隔壁超市踢了一个26比0 经理最后还被自己人一脚踢爆了他的大鼻子 光荣挂彩 但是青山对于比赛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 比赛结束之后 他就跟绿水坐在了一起 两个人瞬间就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越聊越有说不完的话题 没过几天 大鼻子经理又举办了一次生日聚会 绿水竟然约青山当他的舞伴一同前往 青山听后心中窃喜 而紧接着 青山还接到了自称卢浮宫艺术馆负责人的电话 说要为他举办一场个人画展 青山欣喜若狂 感觉自己马上就要出人头地了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这只是店员莱特兄弟的恶作剧 到了经理生日那天 青山和绿水接班而来 但是没想到青山的前女友花心妹也在这里 几个人照了面之后 瞬间有点尴尬 而花心妹看到青山的身边竟然有美女相伴 瞬间就有点失落感 趁着青山去卫生间的时候 花心妹拦住了她 希望能跟她破镜重圆重归于好 还不等青山拒绝 花心妹就强吻了她 无巧不成书啊 这一幕正好被绿水看了个正着 转身就走 虽然青山利用超能力让时间静止追上了绿水 可是思考了两天两夜都没有想好该如何解释 才能平息绿水的愤怒 最后只好解开时间看着绿水离开 第二天青山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卢浮宫 才知道自己被莱特兄弟耍了 根本没有卢浮宫的人给他打电话 青山失望至极 就在他要走的时候 夫子人拿起了他的话丑了一眼 这丑不得了 直夸青山的话得到了畏所派的真传 那话的叫一个栩栩如生动人心弦 最后夫子人爽快的表示 愿意为青山免费安排一场画展 绿水也收到了青山画展的门票 结果青山的画一炮而红 当绿水来到画展看到这些画的时候 瞬间惊呆了 青山的每一件作品画的全都是他 绿水感动的痛哭流迹 他怎么也想不到 青山竟然能把他画的这么美 两个人相顾无言 但情意却已经在彼此的眼神里 最后绿水原谅了青山主动投怀送抱 青山带着他在静止的时间里 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电影就结束了 看了这部电影丑哥这样说 如果让你拥有时间静止的超能力 你最想做的是什么呢 在评论区告诉丑哥你的想法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记得给丑哥点关注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江湖路远 咱们下期再见 江湖路远 江湖路远 感谢观看